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明有颜值有演技 奈何并不受宠 一个接一个离开 今年9月 唐世勇也被曝约满离朝 不再续约 就在网友们纷纷猜测原因时 就在刚刚传来了重磅消息 唐世勇官宣迎来新恋情 近日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张与一众圈内好友 为一名陌生男子庆生的照片 由于照片中唐世勇和陌生男子看着比较亲密 还坐在女主人的位置 因此不少传媒都在猜测 这是唐世勇的新男友 甚至还有网友调侃 这名男子是翻版崔建邦 因为崔建邦是他的前前任男友 经过媒体身巴 这名陌生男子名叫马先生 是高级商场的市场经理 身家非常富贵 被封城中损盘 网友祝福的同时也十分担忧 不为什么 主要是这位事后的感情经历实在是坎坷 堪称是行走的渣男收割机 回顾一下唐世勇的TVB演艺生涯 用多年媳妇熬成婆形容非常贴切 凭借着清纯脱俗的外形 他一直备受高子们喜欢 效力多年参演超过50部电视剧 阿舍和五花还在的时候 他并不起眼 一直在二三线徘徊 入行十年才在神探高伦布里首次担政 17年他凭借不懂撒娇的女人 在万千辛辉颁奖典礼爆冷夺的时候 虽然正是机身一线之列 却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被传以约换奖 甚至被网友吐槽为水后 不过比起他的事业 他的爱情履历更令人大开眼界 他被封最佳女友 甚至被评为最值得交往的女生 但这些年来他不是在恋爱 就是在被伤害的路上 唐诗勇的则有首要条件是 要够坏 你没听错 就是字面意思 坏男人 千禧年凭借模特工作 攒了点名气的唐诗勇 迎来人生的第一部代表作 青春at y2k 戏里他是阿萨培衬 两个壮行的邻家女孩相争 英皇亲生女胜 但没关系 西外唐诗勇已拿下想要的 那便是男主于文乐 据闻 当时阿萨与唐诗勇 对于文乐都有好感 情窦初开 少女争春 最终于文乐选了后者 原因是唐诗勇更乖巧 在这段关系里 唐诗勇一直处于下风 他对于文乐千一百顺 于文乐却总心不在焉 仅仅过了一年 他就被拍到 与卢小英街头甜蜜牵手 两人毫不避讳 完全不怕被媒体拍到 两段关系无缝衔接 疑似存在重叠 于文乐被骂脚踏两船 但他从没回应 反而是唐诗勇跳了出来 将过错懒到身上 最主要的是 我不懂得迁就别人 容易发小姐脾气 都说人对痛感有迹一点 但唐诗勇的自我保护机制 似乎从未启动 2013年他再被曝出新恋情 同样是阴系生情 与洪永诚合作 再得有情人时 将对方载回了自己家 众人哀叹 女神为何总爱渣男 是的 如果要给TVB男星 排到花心榜 洪永诚必定榜上有名 大家替唐诗勇惋惜 但唐诗勇却关闭无感 忙从男友 确认关系后 洪永诚还被拍夜访 兰桂坊经常喝当烂醉 唐诗勇不以为然 出面表态 除了否认就是夸赞 洪永诚前任上传了 与洪永诚的亲密合照 还特意加上新兴图案 并po文 我要嫁给你 消息一出 全网狂骂 怒指洪永诚 花心不改 脚踏两船 唐诗勇见状立马出面维护 他表示 其实很小事 只是花边新闻罢了 洪永诚也紧跟其后 晒出与唐诗勇的合照 立正关系没出现问题 还怒斥网友吃线 唐诗勇渴望成家 他的脱单问题 也成为朋友圈一大难题 方立生曾代表发言 直戳唐诗勇最大的bug 我们介绍一些好人家给他 但他却只喜欢坏的 如果喜欢坏 但懂得及时止损 也不会出大问题 但唐诗勇的情感模式很被动 除非被抛弃 否则他摆脱不了错的人 一旦遇到坏加渣 加爱吃回头草的对象 他必定陷入重复受伤的漩涡 与他纠缠九年的崔剑邦 重视如此 2005年 唐诗勇跨界主持 与崔剑邦搭档节目 K100 很快俩人展开了一段地下情 直到被拍到 在机场热吻 关系财富上水面 这一次 唐诗勇爱得非常高调 俩人经常合体 参加各大节目 出席各种活动 社交平台更是经常放闪 九年来 两人一直传出婚讯 如今回头看不难发现 这段关系危机重重 与崔剑邦相比 余文乐 洪永诚 简直是小case 他们只是偷吃一次 并且此后 也没再了拨唐诗勇 但崔剑邦扎到极致 不仅一直偷吃 还总在失落时 可怜巴巴 回到唐诗勇身边 当时 所有人都劝唐诗勇快跑 但他充耳不闻 可笑的是 他的原谅并没见效 反而嚣张了 崔剑邦偷情的气焰 甚至为了偷情对象 再次跟他分手 小三叫邝敏慧 模特 崔剑邦主持节目的搭档 瞧 俩人相恋的情节 几乎跟当年 唐石勇的一模一样 再次被抛弃 唐石勇态度 却低到尘埃 他一直抱揽责任 希望大家不要为难 崔剑邦 俩人甚至还同居了 可惜狗改不了吃屎 已经和唐石勇同居 还敢趁唐石勇不在家 把模特郭思琳带回家过夜 俩人一直逗留到下午三点 才先后离去 照片里俩人都是衣衫不整 崔剑邦还裸着上身 后来崔剑邦又继续流连夜店 凌晨两点被拍倒 拖着一名长发女离开夜店 女生最到站不稳 最后被崔剑邦 硬塞进计程车 几次三番 连记者都看不下去 把照片直接怼到唐石勇面前 但他还是犹豫不决 直到洪永诚出现 他才终于分了手 诸人迷惑 崔剑邦究竟为唐石勇吃了什么米药 但我想说 唐石勇离不开崔剑邦 不是因为崔剑邦很有魅力 而是因为他需要一个支点 唐石勇曾用一个词 形容自己的原生家庭 四分五裂 父亲常年在内地工作 最后索性连家也不回 直接消失不见 母亲独自持家 完全顾不上女儿的成长 破碎的家庭 让唐石勇被同类人边缘化 他没有朋友 个性很孤僻 后来因为孤雅 又从隐形人 变成了神赠鬼燕的怪胎 同类人开始霸凌他 唐石勇从来不敢反抗 还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最近唐石勇疑似训练情曝光 还是阴系生情 与吴允龙合作铁拳英雄 关系逐渐升温 唐石勇很是主动 经常接送吴允龙 被记者问到俩人的关系 也大方回应 他很照顾我 消息传开后 外界虚声一片 因为吴允龙也是华民在外 早在2013年 他就曾被拍到 与一个美女甜蜜逛街 当时他与钟嘉欣 已经恋爱六年 钟嘉欣还公开催婚 结果 因为石垂出轨 钟嘉欣才砍断情根 如今吴允龙搭上唐石勇 然而后续会如何 我不知道 我唯一敢断言的是 他不正视自己的问题 秦璐只会愈加坎坷 唐石勇曾许愿 我不想家有钱人 也不想有大事业 我追求的只是一个完整的家 那个家不只是有自己 还有爸爸妈妈 这个无法完整的愿望 成了他一生遗憾 为了完整 他接受被伤害 吞人无尽的委屈 但结果事与愿违 委屈求全 带不来被珍惜 退让三尺 患不得真心呵护 他飘于情欲苦海中央 日夜难安 无法上岸 但他不知道 会承舟前来拯救他的 不会是别人 而是他自己 而如今 他退出TVB后 把重点放在舞台剧上 舞台剧内容与他父母离异 以及孤独成长有关 这也是他多年来未能解开的心结 他希望透过这次的舞台剧 去解开这个心结 为了全心全意 做好舞台剧 他必须要腾出大量时间准备 因此不得不离开老东家 TVB其实不想唐世勇离开 于是派出高层乐意灵亲自挽留 还出动金钱攻势 但他去意已决 甚至辞演了跟吴卓熙 陈山聪一起合作的新剧 为了了解详情 记者打电话联系了唐世勇 他没有否认 只说不好意思 他目前不在岗 好友马国民则表示 支持他的决定 事实上 唐世勇在TVB工作这20年来 一直很拼命 前年他拍摄超能使者时 连续几天严重睡眠不足 令他体力透支 体重下降 需要找中医针灸 去年他健康出现问题 当时他设访时透露 不断开工 他实在太劳累 导致免疫力降低 对米饭 青瓜 芝士 猪肉等20种食物过敏 脸长了很多小颗粒 为了健康着想 他只能停工休养 这大半年来 他只客串了一部电视剧 不过今夜的他 还是有出席之前拍摄剧集的宣传活动 讲真的 唐世勇在TVB工作这么久 电视台里的一线男星 他几乎都搭配过 他出去换一个新环境 未必不是好事 何况他跟TVB没有闹翻 以后还是能以不投约的形式 回来拍戏的 不管怎样 祝福他一切顺顺利利 各位小伙伴 觉得唐世勇和这名马先生般配吗 再见